这个蚂蚁巢穴被科学家灌入石灯水泥 等到水泥完全凝固后 科学家再将泥土抛开 此时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地下城堡 难以想象 这座地下城堡竟然是由蚂蚁建造的 其内部设施也是十分齐全 它们在巢穴内修建了许多条高速公路 这些高速公路四通八达 并且能直通地面 这样一来 蚂蚁们外出觅食的时候统一走高速 大大的提高了效率 而这些像肉包子一样的球体 则是它们修建的房间 每个房间的功能还不一样 分别有育婴房 储物房 还有睡觉的房间等 而且这些房间之间还连接着管道 管道把每个房间都连接在了一起 在房间的下方还设置了一个大型的垃圾厂 这里不仅能存放垃圾废品 还能实现通风的效果 巢穴的深度有八米 面积差不多有五十多平 足以容纳一千万只蚂蚁在里面生活 据科学家推测 蚂蚁们想要修建好这座城堡 可能要往外面运输五十吨的土壤 并且需要修建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完工 可是最终蚂蚁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毁